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中国价值观 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 也是正在就是向外输出 然后也随着大家对于中国越来越认可吧 然后大家也会对我们这方面的文化输出 越来越认可 所以就是各个题材的电视剧啊 电影啊 创作呀 都是百花齐放的 我提一个例子 为什么在泰国 中国电视剧和中国电影这么红 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泰国和中国就是一阶心 我们了解关于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看中国电影 我们看中国电视剧 我们一看就了解 如果你了解 那当然 肯定很容易就收红 是吧